大家好,要说减肥最难减的地方一定是肚子。 为什么呢?因为像我们的四肢,只要你去增加运动,就能够消耗掉皮下脂肪。 很快它们就能瘦下去,但是腹部就不一样了。 这里不仅有皮下脂肪,也就是我们的肚皮。 更重要的是,脂肪也会包裹在内部脏腑的周围,使得我们的腰围变粗。 那这些脂肪就比较难减了。而且呢,这些脂肪具有给内脏保暖的作用。 如果您是一个体质虚寒的人,这些脂肪就会自动堆积,不管您再怎么节食也没用。 这是我们身体自我调节的作用。比如说,以前你特别爱吃冷饮,或者是会用水果代替晚餐, 平时又怕冷。那不管是运动还是节食,都赶不上脂肪自然堆积的速度。 所以想要腰腹部位瘦下来,我们需要增强腹部的气血,提高脏腹的温度,这样才能够把多余的内脏脂肪给燃。 烧掉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呼吸法门,帮你点燃丹田之火,让脂肪燃烧起来。 这个呼吸法门,叫做九九皈依呼吸法。它的目的在于,把气血引到腹部,乃至下丹田处, 使得我们下丹田处,丹田之火燃烧起来,这样可以消耗我们的内脏脂肪,同时提升脏腹的功能, 使得我们的体质得以增强。那这个动作呢?我先给大家完整地演示一下, 之后再来为大家详细地讲解动作要领。好,我们来看一下动作要领。 首先咱们来学习双手的动作。 站立双脚分开,与肩膀同宽,身体放松。 启示双手在小腹前抱圆,然后掌心,朝上。 双手手臂紧贴身体的两侧,向后收拢。 手掌伸到身体两侧时,手肘向两侧打开,翻转掌心,手背朝上。 双手手臂在身前伸直,再翻转掌心,重复动作,连续做。 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尽量把双臂向两侧舒展开来,速度不要过快。 好,这是手上的动作,然后我们再来配合自己身体的动作。 挺胸,吸气。 吸气的时候,把这口气尽量地伸长,使你的胸腔腹部尽量能同时鼓起来。 如果做不到的话,我们就把胸腔鼓起来。 把这口气吸满,鼻子吸气。 注意此时一定要用鼻子吸气。 鼻子吸气可以让你这口气吸得更加伸长。 双手到达身体两侧的时候,这口气达到饱满,达到饱和。 好,然后缓缓地呼气。 呼气的时候,嘴巴微微地张开。 然后你的整个胸腔腹部都收了回去。 随着你的呼气,双手向两侧打开。 继续呼气,向前俯伸,腹部收回。 把这口最后的一丝气全部呼出去。 重新当掌心变换朝上的时候,缓缓地抬头。 挺胸吸气。 双手到达身侧时,吸气到胸腔饱满。 好呼气,吸气。 大家看到了。 在我呼气俯身的时候,膝盖微微下蹲。 这样可以帮助我们把胸腹之间。 最后一丝浊气全部都呼出来。 挺胸。 吸气的时候站直,膝盖伸直。 这样有助于我们尽量多地吸入空气。 根据自己的呼吸节奏,缓慢地去做。 大家再看一遍我侧面的演示动作。 站立双脚分开,与肩膀同宽。 调整呼吸放松身体。 吸气,呼。 大家练习几个之后, 就会发现你的动作会变得非常的协调。 呼吸和你的双手跟你的身体动作 是非常配合的。 因为我们的身体动作是随着你的呼吸节奏。 它的每一个动作都是为了配合呼吸。 为了让你的呼吸达到最大的效果。 那么我们做几个之后就会发现啊, 你的整个小腹这一段是有些累的。 有的人呢,会有一些酸酸的。 因为我们在吸气呼气的时候, 其实小腹呢,它是非常发力的。 那么由此,咱们就把身体的气血 尽量多地聚集在你的腰腹之处, 引到了你的下丹田。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此时呢, 你的小腹这里是不是有点热热的, 包括你的腰整个腰部都有些热热的。 那么如此呢, 我们每天坚持去练习。 大家可以每天练习9981次, 所以它又叫做99归1。 那如果我们中间感到比较累的话, 大家可以在中间停顿稍许地休息一下, 然后再继续练习。 尽量坚持每次练习81次, 这样您坚持练习一周的时间, 就会感觉到, 自己的整个身体状况非常的不一样。 一方面呢, 你会觉得自己胃口更好了, 因为脾胃的气血更充足, 脾胃功能得到了提升。 可能很多人有一些下胶虚寒的问题, 比如说女性经常的痛经, 或者是经常感到手脚冰凉啊, 男性呢会感觉到有一些防势无力。 那么这些情况, 咱们通过练习99归1这个呼吸法门, 也可以得到非常好的改善, 因为你的小腹, 丹田之火已经燃烧起来了。 那还有人呢跟我说, 他练习之后, 觉得自己睡眠都变好了, 因为整个身体呢更加平和, 像是以前经常出现的上火, 下寒这种情况, 就是上热下寒, 这种情况得到了非常好的改善。 这个99归1的锻炼方法真的非常好, 它不仅能够瘦肚子, 还能够增强脏腑气血, 提升你整体的体质, 体质偏薛寒的人, 可能就需要花费, 比别人多的时间来锻炼了。 如果你的肚子平时是凉凉的, 怕冷脂肪又厚, 那么我们一定要提升脏腑的温度才行。 好了, 那本期的内容就到这里。